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是洪希冠与蔡同 在创江湖 蔡同,蔡同,你好吗? 你好,你好吗? 你好,但是星期三的期马好像弱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要努力,要加油 当然,一定一定 我们讲讲星期日,明天赛事 21号,9月份 就是跑B加2的沙田十场赛事 蔡同,你有什么好的提供呢? 在明天的十场马里面 我们今次就选了第四场 第八场和第十场讲的 不如现在开始先讲第四场先,好吗? 好啊 第四场是第五班马跑千四米的 这场马我就真的拼天由命了 怎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就喜欢两只天字行球的马 第一只就是毁达了骑的天狼星下 你看看这只爱尔兰的四岁马 就真的,你看这些分就真的减到过了 初初来香港跑那时多少分? 68分,你看看他现在多少分? 24分 所以真的就说在这个级数 其实现在就马成熟了 就真的好着数的 看到他去年季美的时候 开始成熟的时候 已经跑过三次都进去三甲的了 当时的马都不是说十分成熟了 所以一口气就跑了 很多时候就是临门才是输的 但今季我看到他在嘉宁华刺杂那时 也是放在前面跑 但中点那时也有预警的 但都状态没问题的了 今次韦达就拿回车了 你还有一样我看回 徐宇石今季跑了五场的五班马 其实徐宇石赢了两只 有一只跑了他接近的第三 所以徐宇石真的可以说是五班王 我看到这只马有利挑战于一身 今次我看到他就很大机会了 但是一只天宫是什么呢? 就是这只天宫了 这只天宫 就是看到他前一季在湖身马房 其实什么都没有用过的 上一季就转了去用天壇 到季尾才出 季尾跑三场 其实排队之前都落费落得很厉害 但是三场都博输了 虽然博输了 但是跑得有升有升 这只马曾经有纪录 就成年没有出 但是你看到今季就完全不同 在用天壇马房 开操到现在跳了十二货 看你的健康情况就很正常 今次容天壇不敢怠慢 就找了雷神去跑 希望雷神就可以跑得整整整形地赢上一场 就和幕后的马主赢上一季落重飞输了 一只天狼星就放 接着这只天宫后追 希望他们一Q回来 那你又伤天 上个星期你又伤风 那就真的伤风了 两只风就不知道在哪里 都怪不得你 因为今次天宫 看看能否射到一只天狼星 射还是射 那一定要有精神 所以这次我选一只马 非常天冷的 现在20-30倍左右 我选这只领航精神 这一只马 在吴定强 其实你刚才也说了 那只天狼星的宝藏 这一只是吴定强的宝藏 如果看武战那方面 是一只爱尔兰马 亦是相当之好的血统的马 但不知为何 他就这样宝藏 到来五胖 一直都是五胖 狗不狗 他就领回一场几十倍 所以这些烂本马 你认为他不能去 所以近期来说 他单跳一伙 两伙开的不同埠 也相当之大 第二伙更加有腰 和有颈力 这隻马是相当之好 三档放在前面走 他上季这只马 千四就在后面上来 十三档 刚才十三档 留一留在後面衝 接著快匯谷的1650那一場 他就贏了是這個好天地 他就放在四五位 入到最後一抽上來 就已經走勢相當好 贏了一有二分一馬 贏了這個短筒馬頭位 贏了這個就是穩健先機 這隻冷本馬一定會推介給大家 還有一隻馬 這隻馬我覺得 千功都未必是對手 你猜是哪一隻馬 是甚麼 是呀 靜悄悄告訴你 這隻馬可能是單Q天狼星 這隻就是白玉海船 這隻馬上季 當時跑一場就是這隻千四 他一直在八九位 在對面直路入這隻千四的電柱面時 見到田泰安大力地啖 啖啖啖啖 不斷啖啖 啖啖啖啖 一直都不動手 但是入到直路的時候 還要被一隻馬 蓋住它 蓋住它的位置 大佬 這隻馬有 它躲在洞裡 都會捐出來 它真的拔出來 外碟 一捐出來 一隻馬 就這樣上來了 那場馬是輸給 真正落到的 這隻馬 說真的 P字步 五班 又有什麼 有哪隻 是一號的唐紙櫃 S字步 我覺得這隻馬 基本上 一些五班台型都沒有 是三班的台型 這隻馬近期 我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多厲害 它拍一貨 這個千百米閘 它完全被外面的馬擋住它 你看到它全腳 真的開得出來 我覺得這隻馬 絕對是有跟兩的 這次突然之間 幾倍 這次有飛 它有飛 我覺得這次 我一定要跟著它 最重要是百寶 它擺得到 在前些小跑就好 這次它脫了眼包 我覺得上次 戴眼包 好像這隻馬 不是很想走 它還搓一搓 搓完之後 一進去直路 這隻馬 一直自己走上來 這隻馬很厲害 好 這場馬來講 我們介紹有冷門有熱門 有一隻冷門 就是2號的領航精神 6號的白玉海船 7號天公 和11號的天狼星